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曹昂哥 很多人小時候都有得過水痘吧 我是在幼稚園的時候得的 當時全身都長滿紅針水泡,滿害人的喔 那現在的小孩子是因為有接種水痘疫苗 所以水痘發生率已經大幅下降 但是大眾對於水痘還是有不少的迷思存在喔 例如有些人覺得只要打一次疫苗 或者是得過水痘就可以終身免疫 又有人低估了水痘的傳染力 以為只要戴上口罩就可以徹底預防水痘 其實這些都是不正確的迷思齁 那首先我們先來瞭解一下水痘吧 水痘是由水痘帶狀泡疹病毒 Varicella Zoster Virus 簡稱水痘病毒所引起的疾病 如果沒有接種疫苗 那每個人一生感染水痘的風險高達95% 那主要的感染對象是3到9歲的孩童 再來水痘是少數可以經由接觸飛沫 甚至是空氣傳染的疾病 它的傳染力可是比新冠病毒高得多喔 如果跟患者處在同一個空間 而且沒有免疫力 例如同一個家庭的其他成員 那罹患水痘的機率高達85到90% 這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之前的影片也有跟大家說明過 德國水痘的人 水痘病毒會終身潛伏在被根神經節內 在人體免疫力不好的時候 復發形成帶狀泡疹 也就是俗稱的皮蛇 所以如果你沒有水痘抗體 又接觸到皮蛇的患者 那也有約15%的機會 會被病毒感染形成水痘 可以說防不生防啊 那感染水痘後一開始的症狀 類似感冒 例如說發燒、頭痛、喉嚨痛、全身虛弱等等 那2到5天之後皮膚會開始出疹 通常是從頭部往軀幹以及四肢蔓延 這些皮疹分成四個階段 包括秋疹、水泡、濃泡 最後會結痂 但要注意的是啊 這些疹子常常會有陽感 小朋友會去抓 那抓破了就容易併發皮膚的細菌感染 因此要特別注意 那麼水痘可能會造成什麼永久的後遺症呢? 一般來說水痘消退後 並不會永久的流疤 但是如果是上述提到的摳破又感染的狀況 永久流疤的機會就會大幅增加 再來就是剛剛提的 即使水痘消退了 看似痊癒了 那水痘病毒還是會終生前不在人體中 當你熬夜 做起不正常 又壓力三大 導致免疫力大幅下降 病毒就會趁機活化 並沿著神經皮結生長 形成帶狀泡疹 皮蛇 相關研究指出 台灣又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有罹患皮蛇的可能 除了急性期的疼痛 更可怕的是啊 神經痛在泡疹消失之後 還可能持續 也變成慢性持續數月 甚至是數年的帶狀泡疹後神經痛 Post-Herbatic Neurologia PHN 有患者形容如火燒電器 針刺般的感覺 非常的折磨人 所以小時候如果得過水痘 等同於留下一輩子的隱憂 而且因為水痘具高度傳染性的關係 罹患水痘的孩童 讓你生活全部被打亂 而根據疾管署的統計 從2020年1月到2020年5月 全台灣平均每個月 大概有677位的水痘救成人士 其中多半是5到9歲的小朋友啊 好家在目前醫學界面對水痘 已經有非常有效的預防方式 也就是水痘疫苗 根據衛福部疾管署的建議 一歲時會先接種第一劑的例行公費疫苗 接下來4到6歲的時候 可以依醫組自費接種第二劑 是預防水痘最好的方法之一 身體會因為疫苗中的抗原 產生得以對抗水痘病毒的抗體 日後遇到水痘病毒入侵體內 也會有效率的將其殲滅 而第二劑的水痘疫苗 可以選在進入小學前 跟公費MMR還有4合1疫苗一起接種 而如果你已經超過13歲 而且都沒有得過水痘 也沒有打過水痘疫苗的話 那會建議依醫組自費接種兩劑喔 值得注意是啊 第二劑的水痘疫苗 因為不是公費 所以大家對它的重視度相對不足 根據美國為期10年的觀察型研究指出啊 接種兩劑水痘疫苗的孩童 保護力可以高達98.3% 跟只接種一劑的孩童比起來 感染風險降低了大約70% 所以如果孩童接種了第一劑之後 沒有觀察到明顯的副作用 那4到6歲的時候就可以考慮 以醫組自費施打第二劑 以獲得更高的保護力喔 最後大家也必須要了解 水痘疫苗的防護力雖然說極佳 但它帶來的保護力啊 也是會隨著時間下降的 所以並不是說打過疫苗啊 就會終身對水痘免疫 根據台灣健保資料庫的回溯分析啊 接種一劑水痘疫苗後 仍有經3%的孩童遭到水痘感染 有一週每100位裡面就有3位 這個機會其實不低喔 如果沒有第二劑疫苗所提供的額外保護力啊 那到青少年時期甚至是成年時期 都還是有一定機會感染水痘的 舉例而言去年年底 疾管署有僅是一波水痘疫情 在近4週的時間內 一共通報了17起的水痘群聚事件 其中校園通報案件的部分 高中就散了4起啊 因此並不是只有小小孩會得到這個水痘 到高中勝章的青少年期段 還是可能會成為疫情的受害者 甚至今年4月初的時候啊 有新聞報導 這個台灣師班大學也發生 宿舍的水痘群聚感染 其中14名水痘患者都是學生 那衛生局推測可能是在課程啊 宿舍等場合互相傳染 因此水痘危機絕對不止於小孩子 而且因為傳染力極強 只要有一個人感染水痘 就有可能會爆發群聚的風險 再加上近期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啊 還多少影響家長 帶小朋友去醫療院所接種疫苗的意願 像是水痘疫苗是1歲才能公費接種 意思就是1歲之前都是感染水痘的高危險期 如果不斷延後疫苗的接種時程 就會使得高危險期越拉越長 反而會增加孩童感染的風險喔 所以會建議家長採先行預約的方式 或是前往衛生所接種疫苗 以減少在大型醫療院所的等待時間 當然個人的衛生防護措施也是要注意的 這樣子就能將相關風險減到最低 那麼這次就這樣了 我是長安哥 喜歡影片的話別忘了訂閱分享以及按讚 那也可以加入會員給頻道一點小小的支持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